空间是能量的另一种存在形态,相对有形物质来说,空间是能量最基本的存在形态,是宇宙能量的主要形态。 有形物质与空间构成了整个宇宙,而这同是能量的本质,一种有形可视,另一种却无形无状。 这是因为空间有空间的结构,物质有物质的结构,结构的改变可使空间转化为物质,物质转化为空间,同时保持能量守核,在微观世界里,基本粒子转化为能量空间,能量空间转化为基本粒子。 这个过程是如此频繁,正好说明不同的能量结构,区分了物质与空间。 这里,我们可以看出,爱因斯坦说对了一半,即物质的本质是能量,同时他又说错了一半,即物质是能量高度集中的产物,物质与空间的差别在于能量结构不同,而不在于能量是否是被高度集中,无视空间的存在。 不承认空间的物质性,是爱因斯坦知错的根源,物质有形,空间无状,物质是一个有限的,封闭的体系,空间封闭,可形成有形的物质。 封闭打开,物质则返回空间状态,这种封闭与打开,可通过两种状态去实现。 一种是被动的,一种是主动的,为关上,一个正电子与一个电子相遇湮灭是被动的打开。 宏观上天体爆炸形成黑洞也是被动的打开。 主动的打开与封闭,则是在意念的参与下完成的,意念作为能量的自我感知,自我反应的特性,使得能量可控制自我打开与封闭。 至于,如何封闭,如何打开,这种方法,尚不得而知,有待于我们去解开这个谜,由尚可知,物质与空间作为宇宙仅有的两大内涵,拥有着相同的本质,能量,而能量结构的不同。 是这两大内涵相互区别的唯一条件,物质与空间的共同本质是能量,因此,宇宙作为一个整体,便是一个巨大的能量流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